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照华为以往的旗舰机更新杰作 新款SoC基本是由Mate系列首发 来年P系列则是沿用上一年Mate系列的同代处理器 所以在Pura 70系列开售之前 大家基本是认为要么沿用麒麟9000S 要么就是9000S的简单提频 类似于骁龙865-870 888-88PLUS的这种 不过实际情况好像不太一样 在Pura 70 Pro Ultra上 软件识别到的处理器型号是麒麟9010 核心数量延续上代1加3加4 中核大核都有超线程加持 依然是8核12线程 大核频率从上一代的2.62GHz下降到了2.3GHz 小核中核是略略略微提频 分别从2.15GHz提升到了2.18GHz 1.53GHz提升到了1.55GHz 说实话如果是同架构的话 这点中核频率提升加上大核频率下降 实际性能可能还会下降 但就在这个频率设定下 9010的Gate Bench 6单核从1332提升到了1440 多核则是从4083提升到了4515 单核提升约8.3% 多核提升约10.6% 所以CPU架构层面肯定是进行升级了 按照Gate Bench 6的单核测试结果来看 对比2.3GHz左右的888 8加进1 8进2的大核 大家可以发现 9010的大核IPC性能已经是超越了骁龙8加的X2大核 达到了627分每GHz 和X3核心的8进是非常接近了 半年时间有这种进步 确实算是一个惊喜了 至于这次大核频率的设定 为啥比9000S还更低了 我觉得核心原因还是工艺制程的客观限制 现阶段很难通过提频的方式来提升性能能效 因为对于手机这类纯被动散热 同时续航又有明显要求的设备来说 强行提频 功耗发热会大幅飙升 反而会得不偿失 从NXBEC 06测试结果来看 9010大核的整数性能得分是37.07 对比9000S性能提升约5.9% 但是功耗非常接近 能效领先约5.5% 但是算上工艺制程 频率方面的差距 这次大核的性能能效 依然是没有超过888 对比8进2的性能能效差距就更大了 综合跑测试的时候 稳定频率是2.05GHz 性能得分是28.02 对比9000S1.93GHz中和 性能提升约12% 功耗提升约14.1% 当然理论上 同性能的情况下 9010的综合功耗 会比9000S锐低些 比如说同样省电模式下 9010稳定的综合频率是1.62GHz 对比同样是省电模式下的9000S 性能强了9.7% 功耗高了4.6% 能效强了约4.4% 日常的CPU调度上 非性能模式下 无论是Pura70 Ultra 还是Pura70 Pro 程序能启动 或者说应用的子页面点击加载 综合大核都是可以根据负载 跑到对应的2.18GHz和2.3GHz 但是在模拟日常性能发挥的 JBachmark测试中 多核成绩基本在3800左右 虽然说中核大核频率没有限制 但是非跑分版本单应用里面 CPU频率的坚挺程度 超线程的利用率都会有差距 这点可以参考去年Mate60系列的测试成绩 200nit亮度连续5次测试 多核稳定度在97%以上 平均多核成绩分别是 3763和3726 也就是说Pura 70 Ultra和Pura 70 Pro 日常使用的综合性能 其实要比Mate60系列高了12%左右 不过受限于处理器的能效 5次测试之后 发热都在41度以上 要比其他安卓旗舰高个4度左右 回归到日常的使用流畅度上 红门4.0加持下 Pura 70 Ultra和Pura 70 Pro的动画流畅度 应用多核的响应速度都不错 目前测试下来 高刷这块铁也都是属于全局120Hz 连地图类打开都是高刷的 基本没有高刷割裂感 直皮方面 软件识别的型号仍然是马良的910 频率还是750MHz 比较有意思的是 GFXBench的离频渲染测试中 同样性能模式下 9010的测试成绩都会比9000s略强些 比如说曼哈顿3.0离频渲染测试 9000s基本是能跑到179帧 而新处理器则是可以测到189帧 性能提升约5.6% 同时功耗降低了约6.5% 能效提升约12.9% 阿斯特克神妙1080P测试中 9010相对于9000s 性能接近 能效依然强烂8.9%左右 但实际跑测试的时候 两者的GPU频率都是750MHz 所以可能是新处理器的缓存 或内存带宽带来的间接提升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游戏实测 首先是王者流测高清120帧 P70 Ultra P70 Pro 平均都是119.9帧 整机功耗都在3.6瓦 对比Mate60 Pro的4.2瓦 低负载游戏 功耗进一步降低 游戏过程中 中和大核的平均频率会压得更低一些 一个是1.18这赫兹 加1.2这赫兹 Mate60 Pro是1.25这赫兹 加1.45这赫兹 王者流测180这个低负载场景 想要流畅 现在终端SoC基本是没啥压力 但同时要功耗低 除了SoC能效之外 调度优化也挺重要 这方面两台P70系列机型 优化的还不错 中高负载压力的原神 平均是60帧 整机功耗只有4.9瓦 帧率基本是稳成一调直向 刚看到这个测试结果 大面也是虎去一整 这也太强了吧 但其实和去年P60 Pro Mate60 Pro一样 末年是开启插帧的 实际游戏画面流畅度 和帧率是完全对不起来的 有时候画面显示明显是卡卡的 还有一个部分脱影显示异常 但是帧率显示还是60 猜测应该是30帧这个档位插上来的 不过设置中可以使用关闭超级帧率 关闭之后对比非插帧机型 实际画面的流畅度 基本是没啥问题了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 目前P70 Ultra和P70 Pro 原神的最高渲染分辨率是672匹 要比常规的720P渲染进度要低一些 此时P70 Ultra平均是51.1帧 整机功耗是6.2瓦 前面11分钟依然是能够稳到平均59帧 这段整机功耗在6.7瓦左右 但是后面因为发热 出现了50帧 35帧 两档 阶段性锁帧 Pro的游戏帧率稳定性 要比Ultra更好些 平均是55帧 整机功耗是6瓦左右 20分钟游戏没有出现锁35帧的情况 估价 后盖材质 内部堆叠都会有些关系 Ultra都是素皮后盖 Pro是玻璃 另外Ultra的整个相机模组更大 会挤占更多的内部主板空间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崩坏星雄铁道 和原神一样 默认进入游戏测试 是能够明显看出做了插帧的 游戏流畅度和帧率是完全对不上的 并且星铁目前是强制插帧 没有关闭选项 游戏过程中不少画面依然会出现一些脱颖 游戏渲染分辨率是1680x744 星差海中枢跑图 P70Ultra平均是48.8帧 整机功耗是6.7瓦 同样也是阶段性锁针策略 前面8分钟会阶段性下探到40帧 但会尽可能往60帧去贴 8分13秒锁50帧上线 14分钟开始锁25帧上线 15分开始又重新恢复到50帧上线 游戏过程中机身最高温度将近49度左右 P70 Pro的帧率稳定性依然是会更好下 虽然说10分钟之后也是锁到了50帧上线 但是并没有出现P70Ultra上 阶段性锁到25帧的场景 平均是53.7帧 机身最高是47度左右 OK那么简单小结一步 时隔半年时间 在P70 Pro 70Ultra上 我们又看到了处理器在性能能效方面的一些变化 比如说新的大核IPC 对比9000s是进步明显 在工艺制程的客观限制下 架构层面正在加速进步 如果说Mate 70系列上 工艺性能GPU架构能够迎来双升级 确实是可以豪期待一步了 回归到日常的使用场景 P70 Pro对比Mate 60 Pro 有12%左右的性能提升 目前体验下来 日常使用配合鸿门4.0的丝滑动效 流畅度的表现不错 低负载网址上120帧的游戏功耗也进步降低了 这也反映在实际的续显环节 在我们300尼特纯5G数据流量模型下 两台机子的最终续显成绩是6小时38分和6小时35分 电池容量接近的情况下 对比Mate 60 Pro大概有半小时的续显进步 中低负载优化做得还不错 但是和主流台积电4nm工艺芯片相比 这代产品的综合性能能效依然有很大差距 比如说中高负载场景 功耗发热会更加明显 尤其是在强调持续性能输出的游戏环节 比如说原神软件测试数据比较漂亮 但是实际游戏体验和不插针机型相比 落差很大 关闭插针之后 分辨率、帧率、流畅度 综合来说 还是明显不如2000挡位的8G天环9200机型 新铁则是目前关闭不了插针 参考原神的表现 想要正常渲染流畅玩 基本是不太可能了 对于喜欢玩游戏的小伙伴来说 这代产品依然难有好的体验 而且这点也在意料之中 毕竟想要性能能效大幅提升 就得工艺架构双升级 那么看完视频 大伙对于这次新处理器的表现还满意吗 可以走一波弹幕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 关于PUL70 Ultra 70 Pro的相机 屏幕等综合方面的体验 我们会在下期视频中为大家带来 喜欢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个赞加关注 这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 同时也别忘了去我们TOPP电影店逛一逛 看一看搜索更多优质壳膜 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